大家好,拍摊帅,欢迎收看本频道,欢迎来观瞻一把卡梦国服第一勘探员 调酒勘探佣兵祭司 抓的话,抓祭司勘探都可以 抓调酒师是不是有点难啊 上来,第一刀,打中,调酒师喝酒 我是觉得这刀肯定补不上的 因为这边的交互点板子没有破掉 红蝶想要快速带走这个调酒师理论上面来讲不太现实 你有闪现,可以啊 加速酒一喝拉开距离就可以 哎,拿了个头,哎 他其实一拉距离我觉得都可以啊 他绕一圈这个血都回上了 真的,他这波加速酒喝了的话 我觉得都不用卡这块板子 绕一圈就可以了 那,我的锅 这里看一下,看待没什么想法 游民来救人 祭司的话,大洞是已经连了的 那这把穷者这里好像不太好去盘真圣了呀 你的真圣只能是开门闪现 这打的也是有点狠 但是确实有点帅 这刀如果双岛打下来 我觉得红蝶赢了 落地闪现刀 红蝶 这个我们在高分段的观战当中是看到过几次 但是不多 因为为什么呢 你打出来的一个成功率不一定高 然后这个闪现你留着的话呢 其实容错率是很高的 这闪现交了 如果打不了双岛 这波的人红蝶还讲得很亏的 所以一般来说 红蝶不是特别拼的话 不太会这么打 但这把打出来确实很帅 闪现落地刀也打到了 没有插刀 只不过第二刀的时候 傭兵扭开了 这当时太快了 我没有看得特别清楚 第二刀是怎么一个情况 是傭兵扭开了 还是红蝶自己打到椅子上面 但确实 作为观众来讲 能看到这么修的操作 我觉得看到就赚到 这边看卡莫救人 救下来 这个调酒师也跑不了 虽然说红蝶闪现交掉了 可能是这里三连 应该不太可能换挂的 这边的话找到调酒师 调酒师这边啥都没有 点位上面压住二阶红蝶 一个飞带走游戏 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边看待云还得教自己 飞过来一刀 有了 看待云这边的话 自己还是比较快的 拉开 算呀几走 算呀几走 总量上来讲 现在是等到挂飞 应该是修掉三台 你说求者一定输嘛 也不好说 毕竟卡莫冠老师 但大概率是一个红蝶真胜名 大概率是个红蝶真胜名 因为求者差容易太多了 红蝶马上下一个闪现 30秒就好了 追过来一刀没打中 用兵护必跳开 抓用兵可以 最好我们找勘探 那这边勘探 因为狗子 所以说你不一定排得到这个人 祭司 帮老师这边的话 修船上面的机子 勘探园新机子也摸起来了 红蝶这边的话 如果说待会可以切传送 去把这勘探园秒了 我觉得应该赢了 先把拥币的护币耗了 把他的血给打了 然后看到那边勘探园立马起抖斗 底牌也切传送 把这勘探园秒了 稳引板 勘探园还是个交自己的 有这个拥币还得到 这时候切传送真稳引板 只要切了就是稳引 但勘探园这边拉开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就是顶级穷者的一个意识 因为他这时候 勘兵倒了勘探园 是绝对不能被发现的 但其实好像也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因为这边勘兵倒了 把勘兵挂上 往外人那边一顶 排人就可以了 对吧 你总得有个人来救吧 过来把大洞给打了 大洞打了 切船上去抓祭司吗 还是飞上去抓祭司吧 我觉得这个传送闪性就留着好了 直接切船 看待员这边有磁碟 这波切船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里看待员 这边是一台遗产机吧 看待员秒的就是人机同手 你外面的话 等于说把游民救下来 你要祭司先把 那个机子修掉 然后外面还要再开一台机子 这个时间上面来讲 是肯定不够的 除非看待员有神操作 我不相信卡梦能遛得起二级红尼 他只剩一个磁碟了 只剩一个磁碟了 傭兵这边其实不能回去 去补那个看待员的遗产机的 因为看待员一定会被挂回去 除非看待员自己能带走 能带走吗 这怎么解说呢 这怎么解说啊 猴蝶飞回来找游民 卡梦太难抓了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还是佣兵好抓 拜拜佣兵 佣兵小搏命 拉开 不倒遗产机就行 感觉红蝶在后半端的话 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这里其实也不太好判断 看到卡梦了 看到卡梦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追到佣兵卡梦那边的机子 话老师说是外面提待新机子 我觉得完全有必要的 完全有必要 因为这佣兵有可能拉不开的 那拉开嘛最好了 这边看待员的板机子修最好 但这边保险期间一定是重新开的 卡梦这边应该跟他说了 这边好了 那密码机能点亮 我们这边都还有传送 等你佣兵 佣兵交互得吃刀 加速结束也得吃刀 翻出去 点一发 跟过来 一刀震射 这个佣兵的话 我觉得可以挂 因为他知道 勘探原料的是哪台机子 小房的机子 小房的机子 你离门很远的嘛 对我这时候呢 往这边挂 先来排小门这边的 没有 我再传另外一边 他一定是往这边走的 对 放蝶过去排 没有 好 直接传送 传不传 敢不敢传 传了还得有 还有 这边祭司洞 那这个洞的话 传过来 可能被直接 这洞给吸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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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可惜啊 这个局的话 被卡梦生起来了 这个牵制有点 有点有点有点 有点让人无奈了 因为半血看探员 六 关键他还没倒 都不是带走 六开了 都是六穿了 赶紧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